好,這段影片我們來講解一下 CITAS的一個手動校正的一個做法 那首先的話,你可以先在工作區裡頭打開一個模型 或者是直接到左手邊的這個工具列有一八尺 這是校準的一個icon,把它點開 那這邊我們選擇手動校準 好,那當你啟動手動校準之後呢 機器的這個噴頭,它會自動開始往下做一個下降的動作 然後我們在做這個校準的過程中,請你準備一張明片 那這張明片是要放在這個噴頭的下方 那要做一個距離的一個檢測 那這邊我先把明片先放上去 好,基本上我們再回到螢幕這邊 它會跟你講說,請你放一張校準片上去 那校準片你就可以用明片就可以了 好,然後這裡會有九個節點的一個控制位置 讓你去做調整 好,那我們先從第一個 好,去調整它的這個上下的選項 那當你往上面按的話 這個噴頭,它就會開始往下降 那我現在繼續往 按這個上方的箭頭 好,當你這邊持續一直往下降的時候 它的噴頭會一直往下跑 好,那它跑到什麼時候 就是跑到你覺得它已經抵到那個鐵板了 好,這邊再讓它繼續往下,往下移動 再讓它繼續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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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從側邊這邊看 你可以比較容易去觀察到它的這個噴頭 到底有沒有抵到這個明片 好,繼續讓它跑 現在 差不多大概到280 80幾了 再繼續讓它跑 再繼續讓它跑 好,這時候我們這邊啊 就開始去做一個 紙張的一個推動 就是你可以用手去拉 拉這一張 看看它有沒有被 被這個噴頭給咬住 好像我現在一直拉不動它 就是它的距離太 太接近了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按這個 按成下方的箭頭 把它的這個噴頭 退回來 好,所謂的噴頭退回來是 它的噴頭跟紙張的距離就會被拉高 所以這樣子 還是衝不動 那我再把它退回去 OK 好,像這樣子 這樣子的距離就是 差不多OK 它你在推動紙張的時候 會感覺到它有一點點摩擦 摩擦的效果 但是又不會直接被推走 所以這裡我再按一下往上 試試看 好,這樣子再拉 好,你就是用感覺 你去感覺它那個紙張跟噴頭是有接觸到的 就可以 好,那我們再把它再 塗一個好了 再塗一個 再塗一個 好,這樣子 就是 讓它感覺到說 這個紙張跟底板 是有接觸的 就可以 好,那 如果說你覺得這樣距離OK的話 我們就到街面這邊 去點這個 向右邊的箭頭 按下去 好,這個噴頭會移到下一個點 好,那一樣 用明片去放 像這邊我就擺不進去了 就代表它的噴頭 太低 好,那我就是回來這邊 再把這個參數 再往 把它減少 好,就是你往下減少的話 噴頭會往上跑 就是它是相反的喔 它是相反的 好,它這邊一樣去推 好,一樣推不進去了 然後再把它推高一點 好,像這樣子就 然後 也可以推進去了 然後一樣有一點 摩擦的效果就好了 好,那像我現在示範這台機器 你可以發現到 它第一個 就是左邊第一個是284.6 那第二個是284.1 所以它會有一些 距離上的差異 那這個不管 因為它這時候會取它的中間值 好,所以這裡 我稍微再把它降一點點 好,來,拉高 數字越大 它的噴頭會 越往下走 我會往下走 好 再稍微把它推進一點 好,有時候會是殘料的問題 就是這部分要稍微去 去觀察一下 好,那其實我現在這樣子去測的話 其實 兩邊是大概差 0.1 的距離 其實就可以 好,中間這邊是 284.5 好,那我這裡 過來看 我去拉動 它是拉的動的 就覺得這樣子是OK的 好,那接著我再繼續讓它往 下一個方向走 去點這個 往右的鍵頭 好,它就會跑到最後 跑到最後一個點 好,那這邊一樣 稍微去拖動它 你知道這個明片 它如果咬得很死 就代表說它的那個噴頭 距離太低 那我們就稍微再把它 嗯 放高一點 好,就是記得喔 這邊的數字 越小 代表說它的噴頭是 會往上逃 再把它放鬆一點 OK,這樣子的話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 所以你這邊調整完之後 一樣 一個一個點 讓它去做一個偵測 那這裡要把九個點都 偵測完喔 要把九個點都偵測完 那你可以 根據上方的這個距離 去做判斷 就是讓它接近就可以 然後再去推 推這個明片 它只要是有摩擦 摩擦住就可以了 摩擦住就可以了 那整個調整完之後 最後再去按確認 好,就可以完成整個 手動校準的一個操作 OK,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喔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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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